哈利路亚 愿大家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 义人必因信得生 我们是以罗马书做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教会最近的读经进度 进到罗马书 我们把握这个机会 把接卷很重要的保罗的书信 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让我们在读的时候 能够跟着这些重点跟主题 能够抓对教训 罗马书在新约书卷里面 是很重要的解说 他在使徒形状之后 都被放在他的后面 是保罗书信的 这里所说的 按照这个排名的第一卷 那这里说 罗马书其实虽然是一个书信 但是其实它是一卷 有关于介绍救恩的书 因为当时候 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 他们要把主耶稣的救恩 传给外邦 大家知道 要信耶稣 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 但是同时间 又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 慢慢有这种想法 他们说是不是也要守律法 所以保罗觉得说 有必要把救恩的道理写得更清楚 所以罗马书也是一卷 非常有系统跟详尽的 一卷神学的论文 保罗好像一个受过训练的律法师 或者是律师一样 他很有条理的 很圣密的 很有逻辑的 把最重要的教义 把它从旧约连贯到主耶稣的身上 虽然读起来 可能一开始读的时候 觉得会有点难 但是在我们一直读的时候 会随着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明白保罗所强调的 很重要的道理 因为他是在讲基督教的 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教义 一个基石 所谓的doctrine 教义 就是很有系统的 将我们的信仰表达出来 保罗就是按照 用神给他的圣灵的感动 把最重要的 这个音信称义的道理 把它写得很清楚 在他之前 没有一个使徒 可以像他这样解释的 那么详细 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 这一卷书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好好去研读的一卷书 这卷书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也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使徒建立的教会 那个时候到底是纯正的 圣灵的同在 他们传着和全备的福音 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 是得救的真教会 但是很可惜 当第一代的信徒 差不多都死光之后 教会就慢慢地变质了 慢慢地道理就改变了 加了很多人的遗传进去 一开始是改习礼 后来又改了安息日 便手礼拜天 后来又加了一些 比如说人的遗传 像圣诞节 还有天主教 这个教了很多 所谓的便好了 就称为天主教了 那都教会教会 教了很多人的 这种遗传进去 很多很多的节旗 都是后来加的 销纳烛 销像 还有对着圣母玛利亚 或者是尊崇这些 所谓的使徒 越来越多东西 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 教会非常地腐败 跟政治混乱地搞在一起 教会为了要盖 这个梵蒂冈 这是罗马的总会 那个梵蒂冈大教堂 用很多的方法去 敛财 去刮百姓的财宝 那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要卖赎罪卷 告诉大王上 你买赎罪卷 就可以赎去 你死去的 这个祖先 亲人的罪 到最后呢 这是看你捐了多钱 那你在教会里面的地位 或者得到的这些赦罪 好像就比较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的教会 非常的腐败 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 这是马丁路德 他读这个罗马书 他读来读去 突然间好像眼睛打开了 他说我们得救了 是因为拼着信 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是买什么赎罪捐 销香 膜拜 这些行为 也不是捐多少钱 做多少善事 是凭着你的信心 对耶稣的信心 所以这卷书 启发了他很大 后来启发了他很大 要启发马丁路德 推行了那个改教 宗教改教的运动 这个影响 基督教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卷书 真的是可以说震撼整个基督教 让人 很多人重新知道 基督教最重要的道理 就是信耶稣而诚意 虽然马丁路德所建立的教会 还没有完全 也没有完备的真理 但是他的改教 已经从天主教 很多的错误 改了不少 所以这卷书 在基督教的历史来中 是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今天 稍微介绍了这卷书 这卷书的作者 这是使徒保罗 我们看一章的第一节 罗马书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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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耶稣的仆人 这个仆人还包括好像要带锁链的 好像是个很卑贱的那种仆人 好像奴隶 无论你在神国里面做什么事 无论别人多尊重你 无论你有多少的影响力 都算你做到长老啊 或者是总负责啊 或者是那些高位 不要忘记在神的 在耶稣的眼前 我们只是一个仆人 在信徒面前 我们也只能强调 我们是一个仆人 做圣工的人 要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仆人 我们不是主人 我们也不是老板 也不是领导 我们是仆人 这个是做圣工的人 有一种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要更谦卑 保罗没有说 我是个大使徒 他第一句开头介绍 我是个神的耶稣基督的仆人 主人的意思是最重要 再来他介绍自己 他说 奉造为使徒 使徒 这是被派出去的福音的使者 这些特别的工人 是神所拣选的 不是你自己想要做 就可以做 保罗自己本身 本来不是个使徒 保罗本来在信主之前 他称为扫罗 他是个犹太教里面的法利塞人 他非常反对基督教 非常讨厌耶稣 他觉得耶稣所传的道理 好像颠覆了犹太教一样 他觉得耶稣所传的 违背了这个旧约的圣经 所以他以逼迫基督徒为他的志向 以消灭基督教会为他的人生的目标 连士提法被害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做见证 非常高兴 所以他是绝对的反基督的 但是神很爱他 神要拣选的人 就会改变 我们看加拿大太书第一章 十三节 加拿大太一章十三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么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十四节 我要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的人更有掌径 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以前真的很热心 热心来逼迫耶稣 但是神拣选他 我们看第十五节 十六 神在什么时候拣选保罗的呢 他还没有生出来 在肚子里面 妈妈肚子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了 只是时候还没有到 他不知道 时候到了 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主耶稣用荣光照他 把他的眼睛弄瞎了 跟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啊 从那一刻开始 他的人生就有很大的改变 从那一刻开始 从逼基督 逼迫基督徒 到信耶稣 还有了到处传耶稣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今天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 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 都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 神什么时候拣选我们 那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拣选你了 你还没有生出来 还没有过一天 神都拣选你了 这个是神的主权 你没有办法问什么 为什么拣选我 为什么不拣选他 你不用这样问 神有他的主权 神喜欢拣选谁就喜欢拣选谁 就是要传基督在外邦人中间 所以他就去外邦传教 他跑到很多地方 但是有些地方他还没有机会去到 两千年前没有飞机 也没有很好的方便的交通 要去远的地方不容易 但是两千年前已经可以靠写信 去传达一些比较重要的书信的内容 那保罗写了这封很长的信 所以罗马书的受信人 就是在罗马的教会 我们可以想象 在今天的罗马 这是意大利的首都 大家都很知道 世界有名的城市 曾经有纯正的 得救的真教会在那边 那个时候教会没有很多人 也没有复利堂皇的建筑 可能这些零零三三的基督徒 在那边聚集成为教会 但是呢 他们是得救的 属灵的 完全的使徒时代的教会 好,那我们讲讲这一简书的背景 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设立的 因为保罗去很多地方 但是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还没去过罗马 他是很希望以后可以去 但是在当时还没去 这个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 有所讲到的 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的二十四节 十五章二十三节 十五章二十三节 保罗觉得当时 他已经去很多地方传了 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传了 他想说去西班牙 当时的人觉得 西班牙就是西世界的尽头 因为在欧洲大陆的陆地 最西边就是西班牙 再来就是大西洋了 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过了大西洋还有北美洲 保罗以为西班牙这是世纪的尽头 我要去世纪的尽头传福音 但是要去西班牙应该会经过罗马 所以他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罗马 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看到《使徒行传》最后几章 就是保罗真的后来要去到罗马 那当时候他还没去 但是他很关心罗马教会的情况 听说那边有教会 那些弟兄姐妹不晓得 对道理你明不明白 道理纯不纯正 他人就还没有去那边 怎么办呢 他想说圣灵感动他 我都写一封信 派人送过去罗马好了 反正写下来他们慢慢读 有时候写下来还比讲好 讲完了就不见了 但是写下来可以流传更久 结果这一封信不单只是罗马教会读 还传给所有教会读 还成为了新约圣经里面 一卷很重要的神学的教义的书信 那是神的圣灵的感动 那我们来看看 那个罗马教会 到底是谁建立的呢 其实圣经没有讲 但是一点很重要的 罗马教会跟其他教会一样 就是圣灵亲自建立的 人只是一个工人 一个工作而已 不记得谁建立 圣经没有记载谁建立 也没有关系 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教会也是 你不要问说 这个教会谁搬来第一户 谁建立的 不要问这个问题 谁是第一个来这边 开聚会的 当然你知道也没有所谓 但是也不用强调 因为真教会是圣灵建立 那当时有可能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被逼迫 分散 然后跑到罗马 很可能是他们在那边聚会 后来就慢慢成为教会 在五行节那一天 其实也有从罗马去的犹太人 看到有得圣灵 我们看使徒行中的第一章第十节 第二章 对不起 二章的第十节 actually it's chapter 2 verse 10 verse 2 Physia and Pamphylia Egypt and part to Libya in journey Cyrene visitors from Rome both Jews and prosthetics 这里说从罗马来的客旅中 所以那一天 五行节的圣灵那一天 是有从罗马来的人 后来有三千人受洗 如果三千人当中 有从罗马来的这一批客旅 可能他们以后回家 就把这个福音带回去了 但是他们对道理的根基很浅 又没有什么使徒 去那边可以给他们讲解 所以保罗就说 那要写这个书信 好 我们看看 这些卷书的写作的时间跟地点 按照一般的圣经学家的推断 保罗应该是在第三次 他的宣道旅程的时候 写下这个罗马书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福音旅程 大概那个时候 他在郭林德的时候 待了比较久 时间比较有 比较安静 他就把这个重要的书信 就写成了 大概在主后的 五十六到五十七年左右 这个时候 逼迫还不是太大 相对的还比较平静 所以保罗还有办法 把一些重要的信息 把它写下来 所以已经是神的安排 再过十多年 整个国家的环境 政治的气候 跟对基督教的逼迫 就加大了很多了 那我们来看看 罗马书的主题 征卷书里面最重要的两节 我们看罗马书一章的十六跟十七节 罗马一章十六十七节 这两节圣经 就是整个罗马书的 最忠心的思想的两节 如果这些圣经有红笔的话 就可以把这两节画起来 保罗说 我不以这个福音为羞耻 虽然那个时候 已经很多人看不起基督教 但是保罗非常有信心 他说这个福音 这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有这个需要被救 人要靠着基督耶稣的福音 我们才可以被称为义 这个义 这是很重要 我们在本书里面 有好几个关键字 常常提到福音 十四次 信这个字提到七十五次 义这个字也是七十五次 称义这个字十三次 所以看来大家可以知道 关键字的初心 就知道这卷书要讲什么 这卷书就是要解释什么是福音 什么叫福音 福音原文这个字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好消息啊 今天有什么好消息 如果你听到某某地方 大景价 大特价 哇 那个好像好消息 说实在也不是好消息 你去也是人家赚你钱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好消息 有人说 像疫苗出来了 好消息 但是疫苗出来 很多人也不敢打 因为疫苗有副作用 有多少副作用也不知道 所以也不是真正的好消息 有人说 我很想打 但是轮不到我 不能马上得到 所以这个世界 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消息 你疫苗出来了 现在变种病毒又出来了 那个有没有效 也没人知道 所以没有绝对的好消息 只有一个真正绝对 永恒的好消息 这是好消息是什么 这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 罪人本来是要灭亡的 但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可以得以称义 所以所谓的称义 就是在神面前被接纳 在神面前已经变成 对的了 好的了 罪人本来是不好的 怎么变成好的呢 我们知道一个人犯了罚 去坐牢 这里面受苦 是去自由 他出来还是有记录 有犯罪记录 找工作很不方便 所以这很多东西 没有说白白可以赦免的 圣经里面保罗讲了 他用罗马书来证明一点 全人类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 每一个人都在罪的影响之下 不同程度的影响 无论你是犹太人 有律法 你是在罪中 你是外邦人 没有律法 也是活在罪中 到最后的结果是一样 都是要面对审怕 面对死亡 很可怜 但是现在有一个福音 靠着信耶稣记住 你可以得到一条活路 这个就是罗马书 最重要的主题 所以接下来罗马书要讨论 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都是跟主耶稣有关的 第一 就是为什么人人需要耶稣 第二 主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 第三 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 得到主耶稣的救恩 这三个问题 都是跟耶稣有关 在罗马书里面 就是来讲这三个问题 好 我们简单来讲讲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跟我 都需要耶稣 我们也需要救恩呢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里说罪是从一人入到世界 就好像那个病毒 在全世界几千万万得到病毒 但是总有一个源头 总有一个第一个得到病毒的人 这个病毒不是全世界同时在不同地方出现 一定是从一个第一号病人出现的 按照新闻报道 从武汉出现的 谁是第一号病人就没人知道 但是透过一个人 现在全世界还在天文数字的每天的很多人被感染 这个病毒跑到一个人身上 它影响了全世界 影响了经济 影响了家庭 影响了人的健康 打乱人家的旅游 更重要的是夺取很多人的生命 这个病毒的可怕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还没有发觉 有一件东西比新冠病毒更可怕 就是这是罪 罪是最可怕的属灵病毒 神冲的这个世界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 把美好的亚当、夏娃娃放在美好的伊甸园里面 给他们一条最容易遵守的诫命 园中所有的果子也都可以吃 但是不要吃分别上个果 为什么不可以吃 神说不可以吃都不可以吃 没有为什么 神就是要你们听话 并不是那棵树有毒 也不是那棵树特别邪恶 但是神说你不要听我的话 你只要听我的话 罪就要进不了世界 你哪一天开始不听我的话 罪就要进到你生命当中 进到世界 神给人自由选择 你听还是不要听 如果神没有给人自由选择 就不会给这条诫命 人的宝贵就是人自己有主权 我们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所以神就让你用你的主权去听神的话 只要你选择听神的话 罪就进不来 但是很可惜 亚当、夏娃 选择不听神的话 罪就进入世界了 这里说呢 死就从罪来了 这就指什么的死啊 第一 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 灵命死了 他们的灵命没有了 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 这里告诉我们 亚当、夏娃失去什么生命 23节 他被打发出了伊甸园 离开了神的面 属灵生命没有了 他也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肉体的生命后来也没有了 我们看《创世纪》五章的第五节 五章五节 亚当吃的禁果之后还活了很久啊 我不知道亚当吃禁果的时候几岁 但是应该不会太老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孩子 所以应该被创造之后不久啊 所以他犯罪的时候 灵命先死 被赶出神的面 肉体活了很久 930岁 所以创世纪第五章 这记载 所有的人 亚当的后代 都活了多少年 生儿养女到最后都死了 没有一个人不死 除了21节 有一个人叫以诺 他很特别 以后我们再讲他 所以从一个人进到世界 大家都要面对死亡 你跟我也是一样啊 有一天我们的肉体生命又死了 现在这个大疫情 大家都很紧张 他说不要染病啊 染病会染病会死啊 很多人怕得要死 所以不出门了 连散步都不敢出去 都是怕死 为什么 因为怕失去生命 但是你怕死都不会死吗 我看这个新闻 1918年 当西班牙流感发生的时候 大概在1919年 那个西班牙流感 就从欧洲 都传到加拿大了 那时候跟现在一模一样 所有的学校停课 公共场所停开 大家要戴口罩 大家今天在家里 一百年前已经经历过了 那时候死了很多人 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死的 但是那些没有死的人 现在在哪里 没有西班牙流感的人 他后来也是死的 应该没有一个人活到现在 说我当时候面对过西班牙流感 我现在还活着 很少 除非你现在有一百零二岁 就算你是超过一百岁 有一天还是死 所以你不用担心 得到这个流感会死 你得不到这个肺炎 有一天也是会死 只是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原因 所以有人说 我不需要耶稣的吗 谁不需要耶稣 除非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 如果你可以永远活着 你就不需要耶稣 但是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永远活着 因为都在罪的控制 罪的影响之下 所以要面对死亡 好 那最重要的重担是什么 就是罪 罪好像一个重担 每时每刻影响着 人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所以有一句话说 罪重的担子 其实不是物质的担子 而是心灵的重担 当然就是罪 所以我们从罗马说来看 怎么样来面对解决罪的这个问题 这个罪很可恶 它把我们跟神之间隔开了 所以我们就失去平安 现在我们很多人怎么都有 但是很多人的心中 不平安 没有满足喜乐 还有这个罪 最后把我们的永生都夺去 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罪的公价就是死 你去上班 坐了一个月了 月底老板要发给你薪水 这个是一定的 这个是你应得的报答 报应 好了 罪人也有公价 你活在罪中 犯罪 活在亚当之下 是一个罪人 你到最后都是面对死亡 但是现在神要开一条路出来给我们 希望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罪我们想一想 这里讲得很有趣 很有意思 这个罪带我们去我们不想去的地方 很多人都知道赌博不好 但是就是控制不到自己 我不想去 但是我还是去 好 最后呢 我们留在一个地方 更长久 超过我们想留了 我们可能想说 我试一试这个东西而已 我没有要沉迷下去 我会改变的 结果你改变不了 你一进去了 你的人被控制住了 还有的罪呢 会代价是你想象中的更高 你以为是没什么所谓 其实它会让你失去一切 很多人在这种痛苦当中 都有这种感受 所以基督耶稣给我们一个解决罪的方法 透过主耶稣基督 透过祂的救恩 好 我们再读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 刚刚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三节请读 这里说罪 就是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个基督教 很多人不能接受 他说你们基督教 开口闭口都说我们是罪人 我们都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我没有犯加拿大法 没有犯美国法 我们都是合法的守法的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罪人 没有错 在国家的法律里可能没有是罪人 其实国家的法律一直在改 以前是非法的 人可以把它改成 现在是合法 人没有绝对的标准 人一直改自己的标准 人因为自己做不到 所以把标准都改了 比如说毒品 以前非法 现在可以把它弄合法 自杀以前非法 现在把它弄合法 堕胎以前是非法 现在弄得合法 因为人没有绝对的标准 人做不到 他就把标准叫降低 或者把它更改 但是神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原文 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原文罪这个字 在希伯来文也好 在希腊文也好 都是有的意思就是 达不到标准 我们知道 卸箭 往那个 射箭 一定是要卸到红心 才算是得到标准 至少你达到那个板 有些人连那个板都达不到 射到那个后面森林里面去 所以什么是罪 你达不到神的标准 不是你的标准 更不是我的标准 不是加拿大标准 或者美国标准 是天国 神的标准 哇 这个标准就不同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把神的标准一拿下来 都会比一下 我们这些行为 我们这些心思意念 那个箭都不晓得 射到哪里去了 就完全丢在地上 或是射到到处都 到处去 所以在神的标准之下 我们都亏欠了神 所以我们再看 刚刚三章二十三节 三章二十三节 因为四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句话 知道我们思考 什么叫犯了罪 只要你没有办法 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神造人 是要把祂的荣耀彰显出来的 人要像神 人的个性 要反映神的特性出来 好像一个镜子 要把光反射出去 知道你没有那么反射 这个优点跟好处 你已经是亏欠 所以人需要主耶稣的救恩 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 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明天继续讲 我们现在来唱诗 206首